猪木狼马峰上建起了一座5G基站 猪峰的6500米海拔是一个走路都要打喘气 时不时就会有狂风暴雪 只有山路没有公路的地方 那你说想在这里施工有多难呢 建起一座5G基站需要差不多8吨重的配套物资 因为都是不通车的山路 所以在这儿大一点的物资要靠牦牛驼运 小一点的设备就要人工扛上去 就比方说传输光缆吧 一盘三公里的光缆重700公斤 是需要40个人同时肩扛才能搬上去的 工人们还得忍受高反缺氧 很多人晚上睡觉会突然一下子坐起来 就是因为缺氧睡梦中感觉到自己窒息了 就不由自主的坐起来喘气 就这样咱们顶着狂风暴雪 忍受高原反应 肩扛手提拉设备 流血流汗不流泪 建起了全世界海拔最高的5G基站 这么难也要建 就是因为5G网络太重要了 这是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 有了5G网络科幻电影里的机器人 无人机什么的都能够成为现实了 让5G覆盖珠峰 这其实是我国大踏步迈进5G时代 5G网络覆盖全国的一个缩影 根据工信部的数据 截止到今年9月 我国5G基站的总数达到了222万个 占到全世界60%以上 这个密度是美国的10倍 同时咱们也拿下了40%的5G标准必要专利 同样排名全球第一 但是你别看咱们的5G金箭领跑全球了 早在八九十年代 我们的移动通信技术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一直到新千年后的3G时代 才有了自己的移动通信技术标准 但也没有能够真正的走出国门 这个移动通信标准就是互联网的地基 甭管是现在的互联网巨头 还是以后的智能产业 都得在这个地基上盖房子 像咱们以前 那是在老美的地基上盖房子 还要给人交地租呢 比如说高通吧 因为手握3G专利 每年都躺赚几百亿 同时呢 人家的地基一撤 咱们这个楼盖的再高 那也得塌 到了4G时代这情况就大变样了 咱们有超过100家科研机构 事业单位和相关的企业 数万名科技人员 参与投入4G网络技术标准研发 历经十年 最终我们主导的TDLT标准成了全球主流 能稍微和咱们碰一下的也就只剩下欧洲了 那个时候呢 不光我国最早普及了4G网络 全球还有一半的基站和用户使用了我们的4G网络标准 你拿着一台国产手机就能够在全球100多个国家享受4G漫游服务 那到5G时代呢 基站方面咱们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后发车先到站 2013年欧盟就宣布启动5G技术研发了 咱们在2016年才开始正式的进行5G技术试验 但是呢 却是全球最早实现5G商用的国家之一 现在呢 咱们是自己打好了地基 不光不用担心这个地基会被撤 反而还能反过来收别人家的钱 虽然说国家近年来发布了多项政策 强调支持5G产业发展 但是要走到今天的成绩真的是特别难 就比方说5G基站的成本吧 有多高呢 建设成本是4G基站的5倍左右 这个运营成本就更高了 因为5G基站功率更大 耗电量齐高 在2019年初的测算当中 如果是按照规划建设下去 到了2025年 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的年利润加起来 也不够去付这个5G基站的电费的 怎么办呢 一条路 搞科研 要省电 那就只能够少见基站 那么这个单个基站的信号覆盖面积呢 就必须要加大 输出功率也就必须要加强 这方面呢 我们的华为整出来了一个世界第一 研发了一个叫做R17 RedCap的技术 这效果有多好呢 把5G基站的成本降到了跟4G差不多 那么在5G基站的耗电问题上呢 各家也都开动了脑筋 老对手啊 也开始抱团取暖了 像联通就想了一个点子 咱们撸起袖子抱团干啊 一个基站两家建建完还能一起用 成本立马省一半 你猜怎么着 通过合建这个5G基站 共享5G信号 一年就节省了100亿度电 还有人注意到了 这个半夜玩手机的人少啊 5G的基站全上工 那是不是有点浪费呢 咱们晚上的就先开这个4G的基站 再加上一个人工智能调度系统 哪片地方的4G流量用的多 就在那里供应5G的流量 就这样又大大的降低了5G基站的能耗 现在好多国家的5G建设 都得抱我们的大腿 华为中兴等5G基站的主要成建方 在国外也拿下了好多大单子 西到欧洲的匈牙利西班牙 东到南美的巴西 还有中东的沙特阿联酋 乃至非洲欧洲的更多国家 咱们对外成建的5G基站 早就已经变球开花了 随着5G这张网越扑越大 实体经济的信息化智能化改革 无人汽车 远程医疗等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等等 全社会都在发生着变化 咱们就拿农业来说吧 有了这个5G网络呢 无人农业就能够成真了 以前咱们种蔬菜那是很娇气的 也很难打理 一天要往地里跑几次 那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 那么现在呢 只需要往地里放好5G传感器 打开手机就能够看到 地里边的风吹草动 什么土壤的湿度啊 光照的强度啊 真的就是明明白白 在四川德阳 这样的无人农业试验田 已经是大获成功了 还有像拖拉机 悬更机 插秧机 收割机 纸宝机 从开墾到秋收 这一切的一切 都只需要人坐在电脑前 操作机械就足够了 到今天 咱们不只有5G 嫦娥5号 上九天揽月 奋斗者号 深浅万米海底 华龙一号闪耀自主核电技术 北斗导航卫星 全球组网 还有高铁物联网新能源 星期间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上一个十年 我们的辉煌仍在延续 下一个十年 咱们将继续共创美好未来 关注小瑶 说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和观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下一个十年 最后一切的故事 下一个十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观看